003 福建舰已经起航出来了 央视甚至都放出了4K高清画面 能够看到航母加满上 已经画出了清晰的甲满标识线 作为人民海军的骄傲 福建舰大跨步飞跃的技术性能 大家已经被轰炼的差不多了 但航母性能再好 它也是一艘船 舰载机的性能和数量 才是一艘航母的战斗力关键 那航母上的舰载机 密密麻麻的挤在这座寸土寸金的海上机场商 他们是如何执行起降指挥运作的呢 结合航母运作经验丰富的美丽航母和福建舰的甲满标识 让我们来猜想一下 在歼15舰载机上舰后 003 福建舰的甲满调度会是什么样子 大家好 我是董 就从航母出现后 如何协调好这一堆挤在甲满上的舰载机 就一直是个大问题 最早的直冬型甲满 只能要么执行起飞 要么执行降落 一旦被对手抓入时机 发起突袭 后果极其严重 日本海军的南云中医说对对对 要不是因为它的纠结 让美军航空兵逮住正在执行降落程序的日军航母一顿猛揍 中途岛海战谁输谁赢 他还真不好说 直到英国人灵机一动 发明出了斜角甲满后 航母才第一次解决了起飞时不能降落 降落时不能起飞的问题 所以现代航母都变成了这种逼死强迫症的样子 但这样一来 如何引导舰载机从拥挤的甲满上安全起降 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 为此航母的甲满上划分出了不同的功能区 以鲁鱼17为例 由于需要兼顾不同的作战需求 这些功能区还有很多部分是重合的 所以甲满上的标线也需要对应不同的作战状态进行识别 比如米域18上标注的红线属于不可侵入区 但在使用左线的3号弹车器进行放飞作业时 就突破了这里的红线 航母甲满上舰载机的停放状态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日常训练模式 起飞和降落跑道全部处于清空状态 可以随时起飞和降落舰载机 虽然出动频率偏低 但航母运动状态可进可退 大多用于飞战斗情况下的训练 第二种是持续大搏磁模式 也就是正常作战模式 此时起飞跑道清空 降落跑道安全区被部分占用 此时航母处于最大能力的放飞状态 这种模式下需要优先放飞 占用降落安全区内的舰载机 以重新获得降落能力 这个状态对于评估航母的起降能力最为有效 第三种模式是全家版极限放飞 或全家版极限降落状态 此时只考虑起飞或降落一种作业需求 对应的降落或者起飞区会兑满飞机 从而长时间失去另一种作业能力 实际运作中航母很少会进入这种作业方式 此外就是在航母放飞的程序中 也需要顺序进行 以尼米兹航母为例 这是第一波需要放飞的 为的是赶紧清空降落区 这是第二波需要放飞的 这样就能清空一号弹车器 最后才放飞剩下的舰载机 而003福建舰会执行怎样的放飞起降程序 肯定会和这个有区别 但整体运作机制相信并不会差太多 所以干航母调度这事 估计天天都会感觉在长脑子 了解了航母甲板的运作机制后 我们就能明白 航母甲板最大运作数量 其实是受限于航母舰载机的最大回收数量 也就是去掉降落跑道后的最大停机数 至于003福建舰在正常作战模式下 甲板能够运作多少舰载机 我想咱也别猜了 再扯下去 阿董这就快被敲门了 对比003和福德号的甲板 003虽然屁股大一圈 但是短了一点 虽然两舰的甲板面积差不多 考虑到歼15体型比FA-18更长 参考002航母的布置 003的甲板舰的机运作数量 应该会略低于福德号 但影响出动力的指标有很多 绝不是谁的甲板上堆飞机多 谁就能赢 除了没有采用核动力 福建舰事实上已经成为 目前常规动力航母的天花板 光那个干净的一体化桓杆 就帅得令人发指 是全球集成度最高 外观最简洁 技术水准最高的舰岛 代表着中国航母 拥有了世界领先的 高效指挥控制体系 虽然三条电磁弹割器 少于福德号的四条 但中压支流系统 明显由于福德号的交流系统 技术上的第一梯队已经站稳了 不过咱们军迷都是大猪蹄子 福建舰首航已经结束 是不是接下来 核动力他该搞起来了 嫁给我们吧 咱召唤 温客 销